在古代社会秉承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思想的萧雄们,大有人在,权倾朝野的权臣,手握重兵的武将,尤其是拥有特殊身份的皇族宗士,仕途上位者层出不穷,而如果要说最没有可能去造反的人物,那恐怕只有太子了。 毕竟,太子作为古代政治和法理上的唯一合法,皇位继承人,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在皇帝亲征,出巡等期间,还将以监国身份镇守京城,代行皇帝职能,无论于情于理,太子都是最不应该去谋反的。 然而现实却很残酷,历史上很多太子都卷入了谋反案,轻则流放监界,重则惨遭杀戮,而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承前,就是这些卷入谋反案,太子中非常典型的一位,贞观十六年,大唐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谋反案件,因为参与的团伙人员都不是一般人,其中有皇室成员汉王李元昌,李渊第七子,李世民的弟弟,有开国勋贵,位列灵燕阁二十四功臣之力, 的侯君吉,还有李世民的驸马爷,名向杜如慧的儿子杜和等等。 而他们背后的主谋,竟然是年仅二十三岁的当朝太子李承前,对于如此恶劣的太子谋反案,李世民当然不能容忍,李元昌,侯君吉等人都被处以急刑,就连曾经出任过李承前老师,举荐过侯君吉,以去世多年的魏征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牵连,据称魏征去世后墓碑被毁, 其子和太宗女儿的婚约被废与此有关,至于李承前本人,虽然免于一死,却也被发配流放至偏远的钱州,并在仅仅数年之后就郁郁而死,年仅二十六岁,那么李承前作为大唐的太子。 为什么偏要走上谋反的不归路呢?大家好,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双全的皇帝,李世民对太子李承前可谓寄予厚望,也尽心尽力地加以培养,房玄陵,于智宁,魏征,孔颖达等一大批唐帝国最出色的学者官员都担任过太子老师,可谓是给李承前提供了天下最顶级的名师团队,除了理论学习以外。 李世民也很重视培养李承前的实际工作能力,李承前十二岁时,李世民就让其参与听诵,在其十四岁那年,李世民在外巡视期间。 还让李承前以监国身份处理政务,由于对于太子的期望值很高,李世民对李承前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于智宁等老师也认真负责,并时刻监督太子的言行举止,一旦发现有出格的地方,就随时向李世民汇报。 李世民在培养太子方面当然不惜余力,可是现实还是有些事与愿违,尽管从小受到了最好最严格的教育。 但李承前却似乎有些不上道,实在其好声色,漫有五度,而且还喜好南风,并宠爱一个十余岁,美资荣,善歌舞的男艺人,还为其起名为衬心。 由此看来,李承前可能更适合做一个躺平的闲散王爷,实在是难堪储君这一大任,太子如此胡闹,身边这么多老师,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于是一再劝谏并上报太宗,比如于智宁传剑院二十卷讽之,孔颖达也是多所归奏,当然这二位言师也得到了太宗的嘉许,并各次博白痞,黄金十金。 可见,李世民对这些老师们的严加管教是相当满意的,对于太子的种种劣迹,李世民不仅严厉训斥,还将称心等人直接处死,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对孩子看管过于严厉,很多时候反而会助长其逆反心理。 李世民这个严父,再加上一堆严实的日积月累的管教,让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李承前不堪重负,而趁心被杀一事,更是让其悲痛万分,一连几个月成病不参与朝政,之后也是更加放浪行海,其与父皇的隔阂也是越来越深,对于一个不堪大任的太子来说。 最高兴的莫过于其他想上位的皇子了,这其中,李承前同父同母的弟弟李泰,最为典型,实在李泰好诗爱文学,还曾召集学者编著扩帝制,李世民对于李泰也是相当宠爱,不仅允许李泰自设文学馆招募天下名士,对于李泰牵头修书一事也是大家褒奖,除此之外,李世民平时对李泰也是多加赏赐,其待遇超过其他皇子,几乎和李承前这个太子不相上下, 此举就连一些朝臣都觉得李世民有些过分,比如建议大夫储岁良,就劝谏李世民数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许尊宠。 当然,尽管宠爱李泰,且对李承前也颇多不满,但李世民倒也一直没有废除李承前太子之位的意思,这和后世朱棣偏爱次子朱高绪,甚至暗示免知世子多吉,却一直坚持朱高赤做太子的做法其实是类似的, 但在李承前和李泰看来,此举却似乎是准备更替储君的强烈信号,这不免会引起李承前的警觉和担忧,再加上李泰生的恐无有力,且野心勃勃,上进心极强,而李承前一直有足脊,身体有缺陷,这无形当中更是加深了李承前的自卑和恐惧。 对于李承前来说,他面临的局势恰恰和当年玄武门之变前颇为类似,李承前当然不会忘记,他那位亲大伯,大唐第一位皇太子李建成,当初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并未提前动手,从而被自己的老爸先下手为强,不仅本人命丧黄泉,自己的五个儿子也一起被灭门,而往前追溯。 自己的长辈,隋文帝杨坚太子杨勇,唐高祖李渊的表兄弟和李承前一样也是喜欢玩乐,结果被弟弟晋王杨广夺为成功,最终也落了个自死的下场,杨勇和李建成的悲惨结局,也对李承前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不愿坐以待毙的李承前于是抢先动手,先是招募了一批杀手,准备先去干掉李泰,不料最终未果,一不做二不休,李承前于是干脆联络了一帮皇族勋贵,试图发动叛律, 不料因为告密东窗事发,最终正变未遂就被一网打尽,当然即使叛乱成形,也不会是唐太宗的对手。 对于李世民来说,自己呕心沥血培养多年的继承人最终走上的叛乱的道路,不知道是应该自责教子无方,还是自己当年逼附是凶杀弟的轮回报应,当然李承前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幸运的,毕竟他还没有伸手益处,而其之后,命丧皇权的大唐太子们却大有人在, 唐高宗李治的首位太子李红24岁就猝死,据说是死于毒杀,而第二位太子李显泽在武则天当政后被逼赐尽,唐玄宗李隆基的皇太子李英则也是卷入谋法案,连同另两位皇子一同被玄宗赐死。 从而酿成了一日杀三子的人伦悲剧,大唐宫廷的血腥凶险,由此可略见一斑,也许对于这些太子皇子们来说,那位年仅13岁就被杀害的南朝宋代宋顺帝留准的那句怨生生逝世,再不生帝王家,才是他们最好的人生遗愿。 征官23年,649年,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位唐高宗,唐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定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也因其勤于政事,故而百姓复安,有征官之一封,史称永辉之治。 虽然唐高宗李治确实是一名明君,但作为狄三子的他,这个皇位本不该属于他,而是狄长子李承前,自古封建阶级施行的多半都是狄长子继承制,唐朝自然也不例外,而在李世民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却是发生了一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变故,那就是原本已经被立为大唐太子李世民的狄长子,生来就是为了培育成下一任君王的李承前,却是安分不下来, 选择了谋反这一条道路上位,李承前究竟遭遇了什么,让原本有着大好虔诚的他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 首先,李承前绝非是不讨李世民喜爱,而是预感到了自己太子的地位不保才选择的造反,相反,从幼年时期便可以看出,李世民对于李承前绝对是寄予厚望,是当之无愧的亲定唐三世武德二年,六百一十九年,秦王妃长孙氏为李世民诞下了嫡长子, 因为这位皇子出生于太极公承前殿,因而得名李承前。 然而身为皇孙,怎么可能单单为公氏之名,承前二字乃有承继皇爷,总领乾坤之意,无疑表达了唐高祖李渊对于这位皇孙的厚望。 武德三年六百二十,尚在强堡中的李承前被册封为恒山王,四年后,武德七年六百二十四,李承前又被追封为中山王。 朝廷还将陆德明与孔颖达这两位儒学大师双双任命为秦王府是八学士,令他们教导李承前儒学经典。 武德九年六百二十六,李世民继位后,在册封太子的诏书中称承前早闻睿者,又官失礼。 也并非夸夸其词,作为唐太宗的嫡长子,李承前绝对是含着金钥是长大的,而唐太宗对待自己这位太子绝对算得上是溺爱了, 不仅将长孙嘉庆任命为李承前的侍读,还将长孙嘉庆的胞弟长孙祥任命为李承前中山王府的公草, 自己也时常亲自教导他君王之道,李承前也绝对不负父皇的期望。 诗书记载承前性聪明,特敏慧,风姿俊怡,人孝纯身,李世民还下诏令承前一令听诵, 这时的李承前不过十二岁,然而就是这样的过度的宠爱与期望。 让李承前的心态逐渐发生了一点点改变,这其中也有长孙皇后去世的因素, 虽然李承前还在做学术交流,也有专门为他而立的重温馆, 但是外表人明的他已经有了许多其他的心思, 随着年岁济增,再加上换了足疾,李承前开始叛逆起来, 于是唐太宗搜访贤德,以服楚宫,先后挑选了十余位老臣, 名臣出任东宫抚陈,这些抚陈不可谓是不细致入微, 然而通关于智宁,孔颖达,张玄肃等人的劝谏, 三人几乎是比着尚书太子之过,而且措辞是一个比一个凶狠。 言语一句比一句锋利,甚至说得上是无时不刻, 不过他们却没有考虑过,李承前的叛逆心理是从何而来, 这样不留情面的执剑真的有效果吗? 答案是有的,但是是反面效果,李承前变得终日郁郁寡欢, 李承前还曾宠心一名美滋荣、善歌舞的太常乐人, 并称他为衬心,唐太宗闻之大怒,将衬心杀死, 这使得李承前非常伤心,在宫中为自己死去的南宠丽氏让宫人日夜祭奠, 自此,李承前与父皇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最后成为李承前谋反的导火索。 是因为第二子,魏王李泰的崛起,贞观是六年六百四十二, 二月,由魏王李泰主编的《阔地制》完稿, 唐太宗非常高兴,如获至宝, 不仅将这部著作收藏进了皇家的藏书阁中, 还接二连三地大肆赏李泰,然而当时李承前与李世民关系有所僵硬, 但是李世民也不曾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 甚至还煞费苦心。 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就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 自己没有益处的心思在,唐太宗虽并无益处的想法, 不过李承前却因为忌惮怀有谋敌之心的胞弟李泰, 在试图暗杀失败后,遂与汉王李元昌, 承阳公主的驸马都为杜河侯军级等人勾结, 打算先下手围墙起兵逼宫, 事情败露后, 李世民痛心之余却不忍处死自己的爱子, 但是自己却不能违背律法, 他便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朝中大臣, 朝堂上无人敢答, 因为按照律法来看谋反定战, 最后还是设人来计战了出来。 说,陛下上不失做慈父, 下得尽天年, 极为善意, 李世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将李承前贬为庶人, 而后立处之时, 李太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因为深谙帝王之术的李世民深知, 李太如果当了皇帝, 李承前和李治恐怕在自己百年后都会遭到迫害, 而持有立心性仁慈的晋王李治为储君, 才能同时保住自己三位爱子, 李承前的遭遇固然让人唏嘘, 也反映出了古代封建制度皇权争夺的残酷现实, 若非李世民的过度宠爱, 或许李承前也未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可谓不爱子的他, 若是早知会变成这样的处境, 当初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